耶伦发表对华重磅演说 美国财长耶伦20日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发表上任以来最重要演说 耶伦表示在全球两大经济体的关系持续恶化缺乏高层互动之际 拜登政府准备接受美国经济的损失以保护美国不受来自中共的威胁 耶伦强调在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中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美国寻求与中共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 但绝不会在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权方面做出让步 耶伦20日的演讲阐述了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 一是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保护人权 二是与中共进行公平和健康的经济竞争 三是寻求与中共就紧迫的全球性挑战进行合作 耶伦表示华盛顿将清晰的就美国的关切进行沟通 包括中共加大支持国营及国内私人企业来主导外国竞争者 以及为获取新技术而做出咄咄逼人的努力 包括盗取知识产权和其他非法方式等 另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20日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示 华盛顿没有谋求将美国经济与中共完全脱钩 美国针对北京的贸易制裁是具有特定针对性的 报道指出美国同时还谋求加强并扩大与其亚洲盟友和伙伴的经济安全合作 回应中共在许多制造业领域越来越强势的行为 及知控地位